接下来介绍两个次世代定序的一个方式 第一个是SALID SALID OK 那另外一个是离子半导体 我们先介绍这个SALID SALID它是利用这个OLEGO OLEGO连结寡核糖 寡核糖核甘酸连结的一个反应 它用的是乳化的PCR 大量复制 那当一个反应度的长度 其实它只有35个Best Pair 然后它的读取量 这边倒是没有提到 我们看一下它的原理 它的原理其实 我们先看这个 这是它的一个那个 一个寡核糖核甘酸的一个片段 就是有连结反应 那它有标令大概四个荧光 可这四个荧光它有4乘4 会有16种组合 就用四个颜色来代表这16种 那是两个 两个核糖核甘酸的一个序列 序列 那我们看这个 它这边 它这边当然就是所谓乳化PCR 所以它在它的那个 前端这边有一个Adapter 这是已知的 就是这个橘色序列 已知的序列 OK 然后黑色的就是它的实际序列 OK 所以它用一个蓝色Blue Blue Blue 序列 蓝色 这边 先跟它做一个粘合 粘合 然后呢 再加上这个 我们讲可以说是探针 然后再接用这个ligase 做一个连结 那当然只有合适的探针 比方说 只有那个先端两个 序列是固定的 比方说这边地方是AT AT OK 所以可以跟这个TA做一个粘合 OK 只有这个当然可以做一个粘合 那粘合之后呢 这个光呢 就螢光就做一个侦测 红色荧光做一个侦测 然后呢 它做一件事情就是 把部分片段最后一个切除 可能切除三个 那这个寡核的核甘酸看起来应该是六 呃 有八个 八个核甘酸 OK 那切除之后呢 就剩下来 然后这是 这是这是第一个 第一个影子 第一个primer 然后第一个cycle 第二个cycle 接下来进行第二个cycle primer round primer round 这边有了 OK 那这边呢 注意看这个 这是第一个了 第一个primer 第一个cycle大概就是 比方说就到这里 到这里 OK 所以不同颜色 你说在第二个呢 哦 这边呢 这边就可以接 在这个地方 这边这个第二个位置 这个地方 第三个这个地方 接第二个 是一个浅蓝色的 浅蓝色的那个寡核糖酸 跟它做个结合 当然有四种可能 浅蓝色都有四种可能 那第四个呢 就是橘色的 橘色的 OK 绿色 蓝色 绿色 红色 OK 所以它这边 呃 做完之后呢 我们先先看它整个顺序 做完之后呢 就是把它做个移除 移除 移除 OK 然后呢 完全移除了 那接下来就做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rump primary round2 第二个 第二次 注意看这边是n-1 那个 深蓝色的那个 深蓝区内是n-1 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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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它会往左 往左靠一个 当进行第二次 第二次 第二次引子的时候 刚刚讲是n-1 刚刚讲是n-1 n-1 OK 所以它就会往内 说一个 那我们知道第一个是at 第一个是at 所以这边 所以这样的看法 可能应该是类似 它这边就是一个蓝色的 OK 所以它应该是aa 又是一个aa的一个 假定是个讯号 所以这样的一个 n-1的序列 它其实有一种 增错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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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利用这样的方式呢 把这个序列做一个完成 做一个完成 我每读一个是35个 大概nucratide 这是它的一个方式 就是利用那个 寡核糖核酸 然后去做一个 连结反应 连结反应 那这是它的一个 这边是它的一个探针 探针 非常重要 OK 那来看这个探针 那这边的颜色 比方说它是 红绿 蓝 橘 橘 红绿蓝橘 因为这边在讨论 它 比方说 primary 第1个run 然后第1个cycle 然后第2个run 1 2 3 4 所以这样来看的话 所以它其实会照 因为它们都是只相差一个位置 OK 那用这样的方式的话 它可能有这样的可行性 可能这样的可行性 那假定 因为它已经确定 确定 确定就会第一个 同一个是a OK 那它就有办法 因为 假设at的话就要连结 A t t t g g g 各位 大家要看这个颜色 然后 再来就是g a 所以是这样子 atg g a tg g ok 利用这个方式 来达到一个定序的一个目的 ok 而且还可以征错 但它速度可能会比较慢 比较慢 哦 就是 这边是不同颜色的探针 4乘4 16 探针 探针 那只有 4种颜色 所以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一个一些总结 像是sequence by ligation 然后每天大概15个gb 15个gb 其实 比这个illumina这个还要少了 reverse ok 然后是8天emotion pcr ok 这是它的一个 每个小 它的一个序列的一个结果 ok 那另外 从这张图我们来看一下这边有个ion torrent 因为我接下来要讲这个东西 它是离子半导体 离子半导体 的一个定序的方法 第二代或第三代的一个定序的方式 离子半导体 是结合离子跟半导体的一个方式 因为在做定序的过程当中 它也是一个immersion PCR 如乳化PCR 乳化PCR 用这个半导体 去做一个侦测 就是合适的 只有DNTP 合适的DNTP 才能够产生一个清离子 清离子 ok 那这边把这个讯号做一个侦测 这样这个就ok 一个 那因为第二个的话 这边有两个 可能就说 它的讯号是比较强的了 ok 所以它是侦测氢离子 有反应 氢离子增加 然后它把它转成一个电位讯号 电位讯号 那结合半导体的一个方式 那这个它的应用 像这样的方法的应用 比方说它可以侦测 那个小的一个遗传物质的定序 ok 然后是16S 16S 核当体的一个定序 然后 再定序 针对特定度要再定序 然后转入体 转入体 利用离子半导体的方式做一个分析 那这边是另外一个 跟各位介绍说 在一个合成 只有合适的 DNTP呢 清离子值只会产生 因为有合成嘛 转生 那这个ph值呢 就会下降 然后这个所谓的电荷呢 就会改变 改变了 那 增加这个 电位 电位差有增加 电位差增加了 然后把这个讯号做一个侦测 所以那个半导体功能 非常非常的重要了 这是一个非常 有点像那个感测器的一个应用 尤其是phmeter 这是另外一个图来 就在合成之后 合成 这是那个DNTP DNTP 那接近之后 接近之后 其实如果我们看这个地方 这边这个地方 其实有个清离子 就本来是这个位置 ok 这个呢 它已经移除了嘛 所以这个清离子 就会跑出来 跑出来了 那当然同时不是就一条 可能有很多条 在做这样的一个 所以它的讯号 其实可以侦测到 可以侦测到 刚刚讲说 那个清离子改变 电荷改变 电压的一个改变 ok 那这边其实说明 那这边其实说明就是说 在这个地方 就前面那张图 那个 磷酸基 然后 结合其后 会移出一个 直子 直子是从这个地方 所移除 DNTP DNTP 移除了 所以为什么会有清离子的产生 那这个 半导体 半导体定序 是由Rosbroke研究团队 在2011年 Natural杂志 可以看了 它是用电子 偵測 讀取器 电脑为处理 流体系统所构成 ok pH字改变 那 这边有一个 互补是金属氧化物半导体 所以这是一个核心 一个晶片 晶片 数百万的一个阵内感测器 离子选择厂效电晶体 这个其实对我来讲 一点模糊 有点像一个微型的一个pg meter 然后晶片做一个资料的一个 整理 读取 ok 那这边 这边其实跟各位 这个sensor 感应器 就是它晶片 晶片它有这 有这么多晶片 然后它的感应器 比方说它有660M 165M 就是 D- D- 那这边就是D- 所以这边的一个 total的一个数据讯号 100Dgb 讯号比较多 ok 所以跟它晶片 晶片的那个sensor容量 有关系 有关系 计计训计ımızı 计计计计核 就是 ace Golden Mirror 他是半导体之父 就さ bad Sequence by Oligonicotide Ligation Detection的一个定序结果 就是有做一些比较 它的那个准确度 刚刚那个是离子半导体的一个方式 那另外一个就是作为一个起头 第三代的次世代 第三代定序 单一个分子的一个即时 即时的一个侦测 即时侦测 这个这是他的公司 Pacific Biosciences PAC Bio所开发的技术 第三代定序技术 这个我们以后再做一个介绍